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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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個小孩 可以培養, 恆心和蟻藝, 你知道嗎 她學會流冰, 怎麼辦 就算她再不怕飛機 也不代表Renee不想要回她 其實Renee也很想她 盡快忘記這個心理 她買了一輩子 我覺得這宗案件是關鍵性 但迫到Jacky這麼辛苦 也不見得這宗公司有幫助 小朋友也不覺得辛苦 沒有人逼她, 她也想克服 總比我還要斬腳趾, 避沙蟲 遲了一份工作 克服了固子人是好 但如果克服不了我 我一定會有反後果 爸爸, 如果我會踩溜冰 是否甚麼事都不用怕 為何你會這樣問 是, 說我的 原來只要有信心去面對困難 是沒有東西可以阻礙你 那我將來就很厲害 好,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別怕 我們去買個雪糕 不看飛機… 不怕, 別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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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是好東西 你看 這是真藏 這些全都是外國訂的 香港沒有的 送給你 不要, 你是真藏 只是真藏 但我已經辭職了 對我來說沒用 而且我不想讓Jacky仔看到 不行, 你的, 還給你 怎麼樣, 出來都去了 你們兩個不要, 我都要他 還有, Linux流了這麼多年 看熟了, 有用的 謝謝, Sir 你沒什麼信心 其實L2你很熟, 努力吧 全靠你 不只我們, 我們會等你回來 看看怎麼樣 不妨礙你們了, 再見 再見 糖水, 煮好, 待會拿過來給你 好, 謝謝 謝謝 Ben Sir, 好像把身後事交下 什麼身後事? 有些事決定了, 就做了 最慘是Ben Sir是一個好機師 真浪費 那沒辦法 做人爸爸, 為了兒子 要犧牲一下 我是豬頭炳 如果我又怕飛機 那你會不會為了我 放棄不做飛機呢? 明天白蛇怎麼會怕飛機呢? 如果 答不答?答不出嗎?真的不肯 肯? 如果你是怕的, 我們不做 傻子, 我只是如果 那你這份工作又有很多工資 又有馳圖又有意義 別那麼容易放棄 那就對了, 怎麼會不做呢? 什麼? 傻子, 淘汰你了 怎麼樣?我們今天醫院有很多工作 現在才能回到? 對, 不妨礙你休息吧? 不妨礙我也在工作 今天Jacky怎麼樣?有沒有好一點? 情況好很多 可能我多了時間陪他 那就沒有尿床 但是看到飛機更害怕 總算有進展 保持帶Jacky去見個兒童心理學家 應該慢慢會好 希望是這樣 那你自己找工作又怎麼樣? 我剛打電信去文行處 有一份文職工作 又不用碰飛機 應該不會嚇死Jacky 想不認, 喜歡開飛機也不行 找工作也要關於飛機的 不熟不熟 還是不說那麼久 知道你今天做得辛苦, 早點休息 你也是 明天再說, 再見 你這麼長氣?有沒有十字批? 有的, 在那個箱子裡 拿來 謝謝 你平時也是吃飯粒嗎? 我看你不好得我多少 一個人的飯很難煮 如果你想來吃的 就煮三菜一湯 你小時候也試過我的手勢 我還行的 看來怎麼樣? 阿Ben真的不做嗎? 大家相信 他的兒子還沒康復 好很多了, 還在心理治療 我看見有些人 有口說人, 沒口說自己 我那時候不做就說我逃避 現在他不是一樣 他也是沒得選擇, 所以才走 否則因為兒子也不會大犧牲 這樣說就好聽一點 我覺得問題根本不應該這樣解決 除非他是那種 辭職之後就安安樂樂 不會想回以前的事的人 那麼不太好看 再來一次 那這次是小生產的 好嗎? 那次是小生產的 是小生產的 我先覺得很十分 我只要心理一下 我只是要做了 那次是小生產的 你有所謂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雙姐勒骨可能有骨折 那不可以飛太高, 現在也有肺 還有, 東區醫院的地勢太高 可能會影響到雙姐的傷勢 不如我們在灣仔那邊走, 好嗎? 好, 我們現在用雷達 確定安全空洞 會保持距離水面100呎 速度減60, 大家小心附近的船隻 李宗盛 好, 放開手來 怎麼樣…我真是第一次感受到你 怎麼樣? 李宗盛, 越來越有你師父風範 淡淡定的, 有錢剩 那也是Ben Sir做得好 你有沒有找你師父? 有, 那天在Licky家裡 他全都給了手, 直升起書 賺錢給我 看來他真是決心辭職不做 其實Ben Sir是個好警察 如果可以再跟他, 那就好了 你師父聽到一定很開心 你懂得想的, 開心 如果是有獎項的話 應該是有一個 最有前途新人獎項給你 如果真的有獎 我想Tex Sir一定是 最受歡迎的Kulman 他暈擊我 阿占罪來了 受了Nicky的研究分 我先回去做事 有說Nicky, 我也不聽 對, 不想說 真的長大了 小孩一個二個長大了 當然了, 我們快要說再見 不是這麼快 明天Joe回來, 你不用做Winchman 謝謝 趕著想有事搞, 你跟著這裡的東西 行了, 我搞定 你軟骨疑委員中了 最近弄了你腰嗎? 是呀, 不小心弄傷 姑娘幫你打了始終針之後 就不太痛了 給你幾天, 回去休息一下吧 謝謝姑娘 你再這樣下去後果很嚴重 不是, 我昨天多叫 我知道我操勞了, 我小心點 雖然病暫時免開你的工作能力 不過你不斷勞損他就繼續痛下去 其實你會考慮一下轉工嗎? 不會的, 不可能 行了, 我會小心點 別這麼操勞 做多點物理治療 蹲下起來的姿勢要正確 還要做多點運動, 讓肌肉強化 對嗎?我相信會很快會很快 好 走吧, 回去休息一下 剛才你老爸又進來我房間搞搞震 他送了衣箭給我 雖然我很感謝他一番心意 不過說真的, 其實你老爸真的很煩 甚至我有懷疑過 到底你不是他親生的 為什麼他這麼多話說, 說也不停 但是你的嘴巴好像叫也不開 你倆真的一點也不像 你別生氣, 我開玩笑而已 糟了, 腰部又冤痛 其實醫生有跟我說過 他叫我考慮轉工 傻了, 難得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 就算多痛, 我也會堅持下去 真的很Maria Jerick, 你打給我嗎? 剛才我在做運動 Ki, 爸爸去了見工 你有空嗎?不如… 你上來陪我遊玩吧 好, 我現在上來吧, 再見 再見 好, 麻煩, 看著 剛才你的腰是否痛了? 不是剛才, 現在也痛了 為何你痛還要上班? 我沒有上班, 請假了 為何誰陪你留冰? 你看我, 我的腰這麼痛 我也陪你來玩 我最多是最會物理治療 我吃藥, 我積極面對 可以嗎? 想像溜冰一樣, 再試幾次就不怕 那就明白道理了 我想再試一次 是嗎?那我先休息一下 我的腰很痛 好… 小心… 雞爺, 我走到山路了, 我成功了 爹, 我很痛 怎麼樣? 很痛 我先放在這裡 很痛… Jacky很厲害, 有點痛, 忍著我 你冷靜一點 Jacky 爸爸, 很冷 放心, 洗乾淨水, 傷口亂針 沒什麼東西了 要亂針? 是的 很痛, 爹 Jacky… Jacky, 乖, 忍著 出去 Jacky很堅強 你問Jacky是說冰嗎? 是, 其實他考慮了很多 他一直都變得好 但剛好有個小朋友在旁邊 就撞了你 我覺得這些事情不用急 慢慢來, 一樣可以學到的 對不起, 我只是想幫他 克服他的心理障礙 你剛好相反, 你就加重了他的心理障礙 對, 為何要逼Jacky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 不是我逼他的 是乾仔要求的, 要求乾爺幫他 他說他知道你很喜歡那份工作 不想你失去那份工作 他想早天可以克服到這個心理障礙 但其實我也想跟你說 你看看你兒子這麼小, 我都會想 他都走出第一步 但我不知道你的決定是這樣的 我覺得你不像你, 有點畏縮 你知道嗎? 你是Jacky的爸爸嗎? 自己的兒子為了自己的事擔驚受怕 受到一些不應該受的苦 你…你會明白嗎? 你根本不會明白的 你送給你嗎? 阿Mam直到現在也是這樣 做甚麼事都由自己的角度出發 那你覺得他的角度是什麼? 阿Mam是你的好朋友 有, 又是Jacky的乾爹 你是Jacky的爸爸 其實你們兩個大家都很疼他 你覺得分別大嗎? 我知道他的出發點是好的 但我不想Jacky覺得他自己是我的拖累 也不想他為了可以和我一起住 而加上他的心理負擔 我明白, 我知道阿Mam他也明白 不過他不想照顧你放棄自己的理想而已 理想? 對, 做伏劃對我的理想 會給我很大的滿足感 但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我會沒有Jacky, 我寧願放棄 我最大的理想只能和Jacky一起住 對, 其他甚麼都不重要 我不怕溜冰 說了我遲些也不怕飛機 那我就不怕爹地開飛機了 我不想爹地不上班 爹地很喜歡開飛機的 對, 我想你開開心心 這樣吧, 等你康復之後 還有等我內功恢復之後 我們一起再學, 好嗎? 別晚了, 睡覺了, 不跟你說了 再見 再見 你回來了嗎? 我不回來, 你怎麼進來? 我只是你回來了嗎? 今天心情很不一般 你心情很好 當然了, 我女兒回來了 阿San回來了嗎? 是呀, 剛剛接的機器而已 這次失機無神打電話給我 那天回來一星期 甚麼回報開會?你不知道嗎? 沒有, 我請了兩人去辦公事事 我不知道 你接著去回家嗎? 是呀, 樣子我還威風很累 我叫她過來燒東西買 明天早上開會早點睡 開歌來聽聽 你普通, 阿張普通 為什麼?你們轉了青腦, 賺過熱 在說我的威風的事 你怎麼說的, 阿San 他不帶我來, 整個人都變漂亮了 濕性濕, 有愛情的滋潤 你也知道她了 對了, 有沒有帶她來的 有甚麼蛛絲馬跡 哪裡來的?自己查吧 抓著她問就行了 他正在開會, 問誰呢? 好, 四點才開, 看來我們下班還沒開完 四點, 先收拾一下 好 說甚麼?Cayvon就習慣你了 等甚麼? 今天Ben家有個社工廠做家房 當然要幫忙 你上去怎麼樣? 搞得家裡熱鬧一點? 對呀, 整班人上去都好 熱鬧了, 看到Jacky仔和他爸爸 相處都很開心, 也對 簡直是溫馨的一個家 有想法 丁…快點, 快點, 快點 平時我上班的時候 會有一個兼職的家務助理 來照顧Jacky 那個家務助理除了煮飯做家務之外 還會照顧Jacky仔 對呀, 她叫蓮姐 她幫了我很久了 我離婚之前她已經開始幫我 所以她當作Jacky像家人一樣 那Jacky仔有參加課外活動嗎? 有 你好, 你一定是社工姐姐了 為何今天來做家房? 你是蓮姐嗎? 不是, 蓮姐大很多 我年輕一點, 我叫Nicky而已 Nicky也是我的同事 是呀, 我和Ben很熟悉 又是同事, 又是鄰居 有空過來照顧Jacky仔 還要教她總課 Jacky仔, 今天有沒有乖? 做了功課沒有? 葉先生, 剛才你不是會親自 教Jacky仔做功課嗎? 是呀, 有時候 Jacky也會幫忙 是呀… 我們很熟悉, 誰教什麼所謂 就像一家人一樣 你們剛才說說什麼? 我們說起課外活動 Jacky有參加小胖隊 一個星期訓練一次 我有時間去看她 葉先生, 你最近辭職了 飛行服務隊的工作, 是嗎? 是 那你覺得辭職 會不會對Jacky仔心理上的問題 有關係呢? 我常常去人因為工作有一點意外 Jacky因為這樣, 所以有一點陰影 我就是怕影響到Jacky的設計 那現在Jacky仔的情況有沒有好轉道? 沒問題, 現在還可以的 Jacky仔 Jacky仔, 你幹嘛握住你的拳頭仔 你很緊張嗎? 不是, 哪有呢? 小孩子拍拖衣服而已 他平時你不見到的 在家裡跳得很精靈, 真好聽說的 葉先生, 我想單獨跟Jacky仔聊天 你沒問題嗎? 沒問題 Jacky仔, 跟姐姐進房聊天, 好嗎? 不怕, 跟姐姐進去聊天 快點, 都不知道問什麼 你還挺乾淨的 蓮姐跟你撿了房間嗎? 不是, 是我自己撿的 蓮姐不是跟你撿了房間嗎? 他就是抹窗、吸塵 以及幫我洗衣服 爸爸請蓮姐回來 就是幫他做家務 我自己做到的事就自己做回 好像撿床呢, 我撿給你看 好啊 Jacky仔, 你幹什麼? 你坐一會兒, 乖, 坐一會兒 你的腳做什麼事? 我昨天跟姐姐一起玩溜冰的時候 跌倒了 你爸爸沒陪你去溜冰嗎? 他昨天, 我沒空 你爸爸是不是很忙的? 不是的, 他經常會陪著我 他昨天要去…去見公 所以他平日不上班都會經常陪著我 但我自己不小心震氣 與你無關的 Jacky仔, 姐姐明白了 再見 再見 終於鬆開口氣了 我這麼緊張, 只是普通家房 我只是想說而已 Jacky幹嘛嘴唇了, 什麼事? 爸爸, 你說錯話 什麼?你說錯什麼? 說錯什麼? 剛才那個姐姐問你什麼? 告訴你 姐姐看到我的腳弄傷 不說什麼事 我說和哥爺一起玩溜冰 姐姐, 她說你為什麼不陪我? 我很怕…我怕爹爹以為你不理我 那倒楣了 無緣無故又會讓他看到你的傷口 你應該說在學校不小心摔倒 又會坦白成這樣 爸爸, 她以為你不理我 那是不是我要和媽媽一起住? 對不起, 我不懂 爹 Jacky, 你不用說對不起 因為你沒有說謊, 你是說真話 那個日子爹真的不陪你 你不用怕那個姐姐以為爹不理你 沒事的, 你不要做錯事, 好嗎? 飛行幾道 謝謝你, 姐姐, 姐姐, 有五個人 只有一位 不是這樣算的 他們當一對, 他們又當一個 加一加麻麻就只有三個 那你就還欠一個合夥者 有沒有好介紹? 那就要看你想選擇年青力壯的 還是青小小的那種? 有啦… 有, 大家是選擇 那我就一定會選擇年青力壯的 年青力壯?當然是我 對… 說完這個 對… 對, 說完你了 怎麼樣?兩位想喝什麼? 陸寶珊 寶珊, 你呢? Espresso Espresso?喝得這麼滄汁 老成始終那個是你了 老成始終是你了 無緣無故,為什麼會說起我們兩個呢? 老成,見到你坐這邊 沒有,打算玩飛行棋 想欠個拍檔 叫她在你們兩個之中解一個 飛行棋不合,Messar Messar,我們玩吧 來… 好… 這麼齊人,別玩了 不如我們聊天好玩吧 聊天好玩,聊天好玩 Nicky呢? 對了,Nicky 明明見了她的 她一定是跟Kelvin拍拖 不知道時間了 是呀,我還叫她打電話上來 對呀,明天幾點?要不要打電話 我沒有帶錶 十點鐘都來,打給她吧 到了… 謝謝… 別打開車,還不打開車 說好說,說真的會被人笑 像是衝動車 這麼好笑,真的說來聽聽 對呀,沒見那麼久,哄我開心也好 當然好笑,你沒見過那些人 在一個停車場搞了半小時 然後找不到自己的車 要去出閘的時候,張飛餓了 時間又要再補錢 總之又來了這麼客氣 你剛才太趕了,忘了派哪一層 你不應該叫豬頭餅吧 要不叫大頭蝦 總好那些人吧,數幾個錢就說不說 我一會兒就爆了出來 他們倆的遊戲規則,我們外人不明白 那倒是這麼明白 那倒是不明白 對了,Nicky,Ben Sir呢? 他呢?他最近應該沒什麼心情了 因為那天剛才社工 看到Jacky仔正親的腳 總之他做爸爸的沒有陪到兒子留兵 有點麻煩 你好像是扣分了 真的沒有彎柱就要上庭 我們倆不頸渴嗎? 要幫你叫他喝? 我們這杯飲料來了,是不是? 好… 喝兩杯辣椒 好 記住,那些奶要脫脂 脫脂的那種… 你脫不住? 你倆一整脫脂 對了,Sanna,你不是要吃蛋糕嗎? 你吃蛋糕嗎? 不用了,我自己來 好 你的辣椒要脫脂的 脫脂嗎? 是… 娜姐,其中一杯辣椒要脫脂的 好的 今天有什麼蛋糕?好介紹 我今天新製作脂肪蛋蛋,試試嗎? 沒問題,待會兒我做白老鼠 好嗎?你幫幫你坐,我拿過來 Sanna,我想問你什麼事 你最近有沒有查尋電郵? 訓練中心那個可以查尋的 是你自己的 那個?我忘了的密碼了,沒用了 你有東西送給我嗎? 如果是你送到訓練中心 我一定會查尋的 好的 原來我一直把這些說話 丟在洞裡 我看見你,其實我真的很想告訴你 但是我怕說出來已經太遲了 算了,我也要說了 就當我跟空氣說 其實你去大連之前 我真的很想叫你不要去 我送一隻手錶給你 是希望你去看著你的手錶 想起香港 我希望你盡快可以回香港 今天我們又說了一個話題 原來每個人都會想起自己心目中最重要的一個人 我有的 上次阿福之後,我去救阿Ben 其實我腦子裡是出現了一個人 如果我當面跟你說,你未必會相信 不過是真的 在那一刻我真的想起你 其實張小姐這次是想請大家 可以再次現實一點地考慮一下 是不是私底下可以有一個協議呢 Ben,其實我跟你也一樣 也不想這件事對Jacky姐有不好的影響 加上社工的家訪之後 其實那個官方怎麼判 你和我都應該心裡有數 又不可以這麼說 一天沒判,大家都不知道結果是怎樣 好,你可以這麼想 不過我想大家理性一點 我知道你真的很疼Jacky仔 如果我們帶Jacky仔去法國的話 對你來說你很難接受 所以我和Dominic談過 如果你願意讓Jacky仔跟我 我決定留在香港 到時候你可不可以多見Jacky仔 這個方法你好好考慮一下 葉先生,說真的 如果要一個官判的話 勝算有多高,你不會不知道 既然張小姐肯作出這麼重大的讓步 你很應該接受 怎麼樣?Ben 你做什麼?你怎麼可以談? 不過他們說得對 如果到法庭的話,我的人名也會很小 不過無論如何,我要打敗到最後一刻 我不可以放棄Jacky 我不跟你說了,就這樣 好,我再打給你 好,OK 好,我來一下 我是不是說她 好,好,好 心 如何 你 我要 現在 你 坐牢, 坐牢, 坐牢 行了…你弄得很痛, 肚子痛 我想現在地上有錢也撿不到 只是小小事嚴重了一點點 小事?小事不會開車 痛得不能動, 是不是?很危險 聽醫生說, 拿病假 你當是為自己著想也好 當是為他人著想也好 休息夠了才上班, 其他人我會安排 那我放假了 不過這樣的話, 我覺得放假就行了 幾天, 你最好說 行了, 我知道了, 最重要是遇大局的照片 我拿一份價錢給你簽 謝謝 今天早上三十八個案子 挺穩定的 是… 你是不是在休息中, 還要回來 我回來替價錢 Sir, 你的腰好一點嗎? 沒問題, 看看自己 是, 你要有台營嗎? 當然了, 跟著我, 真是甚麼生力軍 甚麼跟著我, 真是過頭 你自己很好嗎?又說不定 我當然很好, 我口說得好 對了, 下個月到你做醫療檢查 你行不行, 每次都會疼我 不行, 別死定了 甚麼死定了, 只是想說 下個月不行, 我真的能夠收工 我告訴你, 真的 是, 周Sir, F-X-C-C-Call 東門島那裡有個派生人士發生意外 依靠我們掙護你 好, 走 Additional distribute 醫生, 真沒什麼好處 可能你休息不夠 你知道嗎?就算坐在這裡 也不算徹底休息 你的脊骨一樣受壓 其實應該是平凡在床上才叫休息 我真的有休息 我已經祝你吩咐去做物理治療 你的病是急不來的 你的脊骨附近的肌肉還很緊 要做多物理治療 去拉鬆筋和肌肉 才重新訓練一整組肌肉 去托著你的脊骨 我真的要很久 你那兩個星期行不行? 老實說, 你的病是急不來的 Kerry San 怎麼樣?去大連做Cruman習慣嗎? 不錯, 不習慣晚上在宿舍悶了一點 一個人去到這麼遠的地方就這樣了 怎麼樣?有沒有後悔呢? 那也不會的 你知道我小時候習慣了自己一個人 對了, 聽說Mas Sir弄傷腰 他說我說得輕鬆, 說沒事 不過昨天我看到他看到人出叫 他心裡也不太舒服 平日乖乖乖跳, 耍時間不讓他動 一定會不開心 你知道他平時的身體挺困難的 我是怕他自己有事的時候 身邊沒人知道, 沒人理會他 Mas Sir有事 應該不會收紋不告訴別人的 我只是猜猜的 不過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去看看他 我今天去覆診 醫生說給我兩個星期假 真是恨死隔離我 其實說真的, 原來放病假是另一種感覺 一直以來我對自己的體能都很有信心 但是這次真是不得我不屈服 以前我相信工作有恆心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次呢, 我怕我差不去 你們說最近GFS發生什麼事? 李師傅說不做, Mas Sir弄傷腰 最慘的是Mas Sir來一個醫療檢查 但是大哥, 他不太嚴重 什麼?醫療檢查很仔細的 Mas Sir弄傷腰已經請假, 有記錄 到時候做醫療檢查的時候 醫生檢查得特別仔細, 特別緊 一旦過不了關, 怎麼辦? 如果真的過不了, 會怎樣? 不能出電話號碼 你知不知道做Cruman 不能出電話號碼是最糟糕的 不能出就等於不能錄 總之希望你大哥 可以在這兩個星期快點康復 會不會是GFS的風水有問題呢? 要不要找人搞搞他? 你們不是說到世界末日那樣 Ben Sir還沒正式辭職 Mas Sir又不是不能回家嗎? 那倒是, 每天都把桃花陣在我身上 就是你Patrick的兒子也不夠 不如我介紹Tex Sir你認識吧 挺帥氣的 別玩了 你別玩了 對了, Sanna 你又說要很快回大連 為什麼還沒回家? 沒那麼快, 期限了 我還要等Dr. Law的報告回來才回來 那也對, 等大連那邊沒那麼冷才回去 是呀… 是不是又停用來吃呢? 是他爺爺自己在天晚上做愛 一擠下來馬上可以吃 是不是真的? 真的嗎? 你去看看他就知道了 好… 你去看看他,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他, 你去看看 你去看看 小心 小心 怎麼樣? 不知道有什麼叫他硬太太了嗎? 吃本小, 沒什麼好 不是, 其實我不是笑你的 就好了, 休息一下嘛 平時你放假, 你到處走 我是辛苦命 我在JFX做了十多年 沒試過放長假 而且也沒想過有什麼用我做 是不是有話想說的? 來到這個時刻 如果你不做JFX這份工作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這條妖怪很嚴重嗎? 是呀, 你現在什麼都在討論 我打算不去了 不像你, 沒試過就這麼沒信心 你一向做事都堅持到底 不是呀, 這次很強烈的預感 不知道你是不是辭職了 是呀, 可能我們是Twin者 你不做, 可能我也沒得做 我們一起放棄我自己最喜歡的工作 我放棄是因為我堅持 什麼理論?放棄了怎麼堅持呢? 每一個人 心目中都有他最重要的人或事 你和我都一樣 但是做不到呢? 做不到就只是結果 結果, 我們未必有得選擇 但是在過程中 堅持不堅持呢? 就在我們手中控制 再見 再見, 家爺… 再見 再見, 小心 再見 腰骨不舒服, 就找不綁住了 好, 阿姨 真是不小心, 幸好遇到阿San 我只是剛好經過而已 我坐下 不對, 我先去燜定牛筋 等等, 全叔說牛筋對你的筋骨很有益 對了, 我慢慢見 你知道為何阿姨變成廚藝小天后嗎? 是拜你爸爸所賜的, 她教的 你的腰沒事吧? 還是這樣吧, 年紀大, 機器壞 你還不是在這裡死賊 我昨天看到Carrie, 她說你的腰追監盤突出 不少心可大我少 那你打算怎麼樣? 這樣吧, 休息多點, 休息再休息 那個醫療檢查吧 一年一到的醫療檢查你都過不了 你真的不用旨意再做工作人員 你是不是我的師父? 你以前經常說我 我沒盡過你說什麼放棄 但現在放棄的那個刁是你 厲害, 現在懂得抽我的後腳 一回來就疾住了 我不疾你也可以 從今天開始 我替你設計程式做訓練 你教我? 不行 從明天開始, 我就是你的魔鬼教練 我設計程式, 總之你一定要做足 否則我繼續疾你 是嗎? 這次很棒, 比上次還要吃夠餅 醫生, 有女生在這裡 別亂說我的話, 我一定相信 你忍得住就別說那麼多話了 繼續做 對了, David 其實除了碰硬之外 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令你圍著最強勁一點? 有的, 其實游泳的運動是最好的 因為游泳的時候 水的浮力可以減輕腰部的壓力 這樣揹上來也會舒服一點 兒子, 你想要我游泳嗎? 是呀 女生在喜歡 我來送你 從луш 在這兒 在這兒 你找我 你能不能趕著 你 我去找你 這裡 你 怎麼樣?你的腦袋還沒那麼疼? 當然沒問題 那就是說我重量訓練很棒 我是怕魔鬼教練 用什麼說不怕 明天又要多睡幾個小時,豈不是死 沒有人叫你挑戰方力生 就飛魚王子的 我沒打算挑戰 但其實我小時候很怕游泳 因為電影叫大白沙 三集的,看完之後很害怕 真的不會游泳,下次我租給你看 爸爸那時候經常逼我游泳 我死也不肯 有一次他說釣魚,好,不過好,釣魚 我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是什麼? 怎麼知道是釣了我上來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我掉了水的釣魚時 我爸爸很怕,死了,我兒子 然後就丟了一條大麻精 然後釣了我上來 那然後怎麼樣? 然後沒事 但原來我發現水性挺好的 我會游泳,我會游泳 如果我不在Jaggans做 說不定我現在鍛鍊游泳技術 比方力生更厲害 飽死 你還沒說,你為什麼會游泳? 不是那時候你很偉偽,所以你嫉妒 就罰你學游泳 當然不是,真實沒那麼划算 是因為我喜歡一個很喜歡游泳的男生 我記得以前我和同學去遷水灣旅行 其中一個就是我暗暗了很久很久的男生 他很喜歡游泳,所以我拼命學 我每天發學都會游五個小時 他用了一個星期真的讓我學會 那怎麼樣? 然後那天我去沙灘自己一個人游泳 游得脫皮了,但他又沒來 翌日上學被他看到我脫皮的樣子 他還蠻笑的 那他知道你為他做這種事嗎? 知道也無所謂 之後我也有和你朋友游泳 他也有去的 但他有他和男生游我 有我和女生玩 那一星期的時間真的白費了 無所謂,其實我的人很簡單 我只是希望可以陪他游泳 但是我沒有想其他東西 在每一次執行飛行任務之前 隊員都要進行一個 C of G的電腦系統操作 可以提供每一次出行時所需要的資料 最重要的是要計算機組人員 以及儀器的總重量 像一架EC-155 它最大的起飛重量就是4850公斤 適當的物質擺放 和機身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在天下又在追尋 人總可走到